今天开始想喝鲜奶必须要多花点钱了 在刚刚新闻一开始的时候曾经问您报道过 从今天10月1号开始 胃权乳品要率先涨价 而且这涨幅高达4%到12% 当然国人最爱的拿铁咖啡至少有一半都是鲜奶 因此在这一波鲜奶涨价之后 连锁的咖啡以及超商业者都说 不止鲜奶啦 像是咖啡豆糖跟员工基本工资东东在涨 因此成本已经hold不住了 涨价几乎已经成了定局 而且估计这一波的涨幅会以5块钱为急剧来做调涨